要健康 要称实 要理财 要学习 要Fashion 我要你很好 我是好爸 我是好猫 我是好小弟 我是好小妹 我是阿贝阿拉 哎呦 我阿贝今嘛 我很好小剧场 好小弟 你是不会去接一下电话 来咯 喂 叔叔 要找奶奶喔 好 等一下 奶奶 你的电话 喂 我是阿豪神 嘿 豪神喔 什么树 什么 如是要去堕胎 怎么可以 我没同意 总之喔 不行就是不行 你敢动以后就不要叫我妈妈 哎呦老爷啊 阿是什么树气成这样子喔 对啊 阿布 怎么啦 刚刚是好诚打来的吼 他讲了什么 我怎么听到堕胎 露西不是前几天才在害喜而已吗 真的快气死我了 就那个小两口 在台北独树生活 最近露西刚刚有第二胎了 有了 那很好啊 应该是要很高兴才住啊 好 你一口含字啦 那个不小孩还跟他们工作很忙 怕小孩生完没时间带小孩 开心去请保姆就算了 万一又遇到那个会虐阴的 让他们非常担心 说啊 先禅师不要生好 气死我了 也是啦 新闻一直在讲 让很多家里面有小宝贝的长辈 都非常担心 可以想办法啊 还弄孙式 爷爷奶奶的天伦梦 怎么可以报到我的幸福呢 好啦好啦 你先不要激动哦 不然就好成把小孩送回来给我们带啊 他们假日再回来看小孩也是可以啊 当然是有这样跟他讲 他就说我们又没经验 不是战业保姆 走越差越没用啦 他不是出我的口水长大的 其实好成顾虑的也没错啦 找外面的保姆又不放心 我们的年纪又大了 有一些新的观念哦 我们又不会 啊 怎么把孙子照顾得更好咧 哦 对了 我想到了 现在有一些地方或学校 都有在开保姆训练班 而且听说班班爆满呢 什么什么 怎么有那种训练班 我们年纪那么大了还能够当保姆哦 嗯 听说这种训练班是针对高龄的族群 来报名的学员超过八成都是老人家 结业后不但可以照顾宝贝孙子 也可以当其他人的保姆老师哦 是真的假的 那我也来报名好了 以后呢可以安心陪我们孙子长大 这样哦 这样我赶快打电话给浩辰 叫他放心交给我们啦 对我的 Nadia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